本月初 美国伊利诺伊州发生一起白人警察暴力执法事件 一名非洲裔女子当时报警称家中疑似发生了非法入侵 但是最终这名非洲裔女子却被来到现场的白人警察枪杀 日前 检方公布了警方事发当时佩戴的执法记录仪影像 7月6号凌晨 涉事警察格雷森和另一名警察来到非洲裔女子梅西家中 处理一起疑似非法入侵的警情 随后 两名警察进入污秘港区 一切无常 不过 就在炉灶上的水开了后 现场气氛紧张起来 一út时不准 electricity 不不吵了 鸡马 当时 格雷森向梅西开了三枪 其中一枪击中了他的脸部 法庭文件显示 梅西中枪后 格雷森没有施救 并阻止其搭档为他提供帮助 最终 梅西被送医后不治身亡 法庭文件还显示 格雷森搭档的执法记录仪 在到达现场时已经开启 但格雷森在开枪后 才打开了身上的执法记录仪 据报道 当地大陪审团 已经以五项罪名起诉格雷森 其中包括三项一级谋杀罪 一项严重殴打罪 和一项公职人员独职罪 不过 当地时间18号 格雷森在接受传讯时 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